当我们聚集在一起 同样追踪起的男子 即将要走向国际阿民 兵持着硬实的品质 高兴学了别的 这些爱情是超爱多的巧克力 县府日前举办 南投巧克力咖啡节记者会 县长许淑华 协同台湾小姐高曼蓉 一起为活动代言 立委尤浩 县议员黄世芳 林如阳 吴国昌 肃玉成 王秋淑 简千祥 陈宜君 国姓乡长邱美玲等人参加 支持南投产业活动 第四届南投巧克力咖啡节 将于6月8号起 在普利福星温泉登场 占地6公顷的场地 将营造成如乐园般 并设置15个主题特区 集结精品咖啡 国际得奖的巧克力 在地美食摊商等 超过120家以上业者齐聚 还有特色咖啡 巧克力美食风味餐 这次活动总共有9天的时间 有把去年 大家非常喜爱的 千人来手冲咖啡的活动 包括呢 还有一起来做这个 各式各样的DIY 那透过呢 这种亲子互动的关系 让大家了解南投县 我们重要的产业 就是巧克力跟咖啡 当然在现场 我们今年呢 还是要邀请到 我们在国内呢 都是我们自己南投在地 无论是在咖啡跟巧克力呢 在现在在国内 跟国际上的各种的 这个竞赛呢 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也邀请他们 这些非常具有知名度的 这些的企业朋友 一起来现场 跟我们大家来同乐 南投县生产咖啡面积 及产量已居全国第一 除了咖啡及巧克力 丰富多元的产品 品质及风味 也具国际级水准 巧咖节的举办 希望创造产业 及观光旅游 更亮丽的前景 县长许淑华 欢迎各界到南投来参加活动 南投县现在非常重要的 咖啡跟巧克力呢 现在已经在我们 全国的这个市占率 还有我们的面积 都已经来到全国最高的 从去年把它移施到 我们的埔里呢 最重要是在仁爱埔里 还有国姓鱼池呢 都是我们巧克力跟咖啡 现在种植面积非常大 而且品质也非常好的 这些的业者 那希望呢 透过我们大力的窥广 能够让我们的巧克力 跟咖啡浓呢 大家都能够开心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议员呢 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支持给我们鼓励 活动从端午廉价登场 好玩又多元的活动内容 白天可以畅游展区 体验巧咖手作课程 观赏1.7公顷彩色景观花海 还有马来摩及爽爽猫灯组展出 晚上另有重量级歌手 与无人机烟火秀 欢迎全国民众共襄盛举 记者庄仪廷南投市采访报导 好玩